由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6新北市全国书法比赛 日前在市府六楼大礼堂进行出审作业 本届比赛共收到1303件 还有来自台中台南监狱受刑人踊跃投剑 过去新北市文化局曾经到监狱推广文学写作 去年更鼓励受刑人透过写书法来净化心灵 因此2016新北市全国书法比赛 共收到72件来自台中台南等监狱寄来的书法作品 今年有70几件是从台中或者是台南监狱的朋友们前来比赛的 那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对岸包括山东包括香港 他们都来参加比赛 那今年的件数也非常的多 有达到1300多件 那希望今天的初审能够带给评审很多的经验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个书法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书法家张炳黄表示 评分的标准第一是作品的整体性 第二是运笔 最后就是个人的风格表现 如果能从细节到整体作品的掌握度高 分数自然高分 社会主或者是在更高的年级的这一个作品 我们就会看有没有表现出他个人的这一个综合下来的那种风格 就是他个人的表现有没有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看作品的时候要分不同的年龄层次 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今年还有身心疗愈组的设立 提供更多机会让擅长或者是不擅长运笔的人 都可以拿起毛笔体会文化的底蕴 对推广书法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沈俊林瑾瑜新北市采访报导